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骨有两种骨 一种是硬骨 叫做崩 一种是软骨 叫做 cartilage 如果有软骨出疮问题 叫做关节炎 但如果硬骨造成问题 就叫做骨质疏松 为什么会有骨质疏松呢 就是我们骨内有两种细胞 一种细胞叫做骨细胞 英文叫做Osteoblast 一种叫做拆骨细胞 英文叫做Osteoclast 为什么骨内有些叫做拆骨细胞呢 比如说现在有对年轻夫妇 他买了一间很小的小平房 就够他用了 但后来有了小朋友 小平房就不够用了 他们就想 不如我们把屋顶搬走它 再放一层 再放屋顶上去 就可以加多一层的地方用了 那么一个婴儿出生的时候 那只脚小腿是这么长的 那么慢慢它长大了 那么骨就拉长了 但是骨身长的时候 就不像那些树枝一条树枝 是跟着氧的样子 那时候就要将骨的前端 就要拆了它 长长一点再盖上它 于是就会有这个叫做拆骨细胞 要拆了它 再增强一点再盖上去 在那个更年期之前 就是鸾巢的刺激素 鸾巢分别的刺激素 可以抑制这个拆骨细胞 但是当开始更年期 那鸾巢的功能开始衰退了 这个拆骨细胞就变成无网管了 于是通常一开始更年期 就会出现骨質疏松的问题 那么现在就要做两样东西 第一就是令到骨质不好继续疏松 第二就是已经疏松了 要增加一些骨质 第一就是怎么可以抑制这个拆骨细胞 然后健康食品原来又是洋葱素 那怎样可以增加一些骨质呢 做骨细胞呢 原来也是洋葱素 就是洋葱素有两个好处 第一就是减少一些拆骨细胞 第二就是增加一些做骨细胞 不过这样 都要吃一样东西叫做丐片 比如说家里要油灰细胞 请了灰细胞上回家 但原来你没有灰细胞给它 那它怎样油呢 所以灰细胞就是钙片 因为要有些材料才能做骨质 不过钙片就一定要有维他命D 为什么呢 因为小肠吸收钙的时候 是一定有一个D才能吸收得到 所以最好买些钙片是连带有D 就不要说两份 一个钙片一个维他命D 因为如果你比如说 早上吃钙片 下午吃维他命D 已经完全无效 是要同时在小肠上 才可以帮助小肠吸收钙 钙片就是这样 就算一个人他没有骨质疏松 他每天都要流失 大约1200mg的钙 所以就算没有骨质疏松 就每一天吃600mg 其他600mg就是食物里面都会有 但是如果你已经有骨质疏松 就要吃多一点 就是一天吃1000mg到1200mg 就令到你多一点原料 可以做出骨质疏松 如果你已经是负2.5以上 即是2.5以下负2.5以下负2.5负3负3负3.5 就都要吃大约2克的洋葱素 每一天 这个洋葱素就令到你多一点做骨细胞 于是你就可以做出骨质疏松 就像你现在你只买了几堂灰水 放在墙边那些灰水是不会自己爬上去的 那你要用洋葱素帮它油上去 但是你只吃洋葱素没有灰水又不行的 所以是要用洋葱素加钙片 这样才可以改善骨质的问题 感谢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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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感谢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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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